Sony Xperia 1 III 終於都在香港預售 月尾 7 月 30 日預計可以開賣 512GB 版本 亦是9 月左右可以買到 516GB 版本 但今年的 Mark III 比上年貴了差不多 2000 元 究竟它貴了在哪裏呢? 值不值得買呢? 首先介紹相機 今次有三鏡頭 四焦它的模組設計 再加上它是推銷鏡頭的鏡頭 C-MOS 有P-1上面自家 畫質確實有少去進步 但不大 反而最大的對焦速度加強 快了很多 但開上幾個速度 其實就差不多 和第一代 Mark II 不過幾支鏡頭之間的示範速度 確實快了很多 但可惜仍然沒有平和變焦 而它的小弟弟聽 Mark III 今年竟然有 全新一代 Mark III 的 Photo Pro App 已經取代了原本 Mark II 裡面的兩個相機 App 它的功能會更加正合在一起 會更加方便和可用 另一件事就是 這麼強調影響的 Mark III 的快門鍵 我改良過 除了有些省紋之外 吉祭的手感也不同 按下去的面穿 軟爛度也有些不同 比較接近似傳統高階單翻唱的行程 即是你搭它 踏下去會有些比較軟 比較涼 很容易觸發過快門 然後去到它這麼強調速度的 會有20張連拍 我相信拍下去會更加爽快 再快的聯拍 再快的相機翻譯 卡維打的速度跟不上呢 作為一部 現在的小組還有SD卡支援的旗艦 它的卡維打的讀寫速度 都是大家很關心的一個話題 我們試過 事實上跟 Mark II 沒什麼大分別 我相信這件事 就讓大家失望了 全新的細時槍功能 我們很期待 可以開幾個時槍 在網絡畫面使用 但我們是不可以的 這件事我很懷疑 這件裝備的Z-Ultra 它有一個小型的功能 就類似今天的小事槍 但它可以開幾個低機槍 不過當然的確限就是 你只要指定幾個App 才可以開小型的 要說的話 各有千秋 但是它的幾個小型都很實用 有技術機 有搜尋器 有搜尋器 那如果 今時今日這麼強大的 Step Dragon 888 其實是否應該支援 開幾個小的時槍呢 那全新的4K 120Hz OLED 屏幕 錄螢幕真的很順利 數上數下的快感是很厲害的 再附入240Hz的彩氧率呢 那種感覺是 Mk II 比不上 你試過Mk III 之後 你就知道那種爽快感在哪裏 今代Mk III 的側邊速器 就由Mk II 的隱藏式設計 就變成了 就變成了 由Mk II 開始 那種 一條 條狀物在 邊桿 附近的 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 整件事是 露了 哪怕 那兩條BAR是可以 不達到最透明 但是它會在某些情況下 因為電源的螢幕會彈出來 整件事是有外觀見的 我覺得整件事是乾了背 你可以看看 Mk II 的反應 和整件事展現出來的方式 是很不同 是有點技術 相對來說 所以Mk III 改造設計 就會好像 沒有了 那種 HIGH TECH 就是這樣 如果 4K 看著我 今代另一個 很重要的改進 就是 它的機身 由 上一代Mk II 的 一個比較亮的設計 變成了 全磨砂的設計 就是 由邊桿的旅行軍 以至到 機背的玻璃 完全是一個 和渣的設計 是一個很平滑的波動 整件事就好像 一體成員 由玻璃去到邊桿的金屬 混園一體 這個設計 這個造工 已經去到一個 比iPhone 12 Pro Max 有一個自然無一合的頂速小型 這種配連 今代Mk III 進步是有的 亦都真的改進了 差不多改進了 或多久了 第一代Mk II 大家 粉絲想要的東西 特別是 4K 121 上網 真的很爽 錄過 你就會知道 是什麽了 黑鏡 換回Sony自家的CMO 再加上 這個 有雙焦段的設計 是 挺黑科技的 但是 多了兩千元的售價 又或者這樣說 因為 9999這個定價是 512GB 其實256GB 只是賣9299 只是9299 但都是說 比起 Mk II 初出的 7999這個定價 貴了1300元 當然 街價可能會更便宜 或者電訊公司的優惠 剛剛我們拍這段影片之前 某間電訊公司 曾經做過 8099512GB的熱訊優惠 但是已經完成了 很遺憾 不知什麽原因 我覺得 8099真的有很多人 立刻說 訂了貨了 給了錢 等著播 但是 很遺憾 這個優惠 彈他一元 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到時 5-6GB 版本 9月開幕 還有沒有 第二輪的 電感優惠 不知 這個水晶後 還是 但是 我個人覺得 Mk II 雖然 今代是很大進步 但是 其實 它只是整個 Azure One 系列的一個究極傳統體 由Azure One 好像一個半成品 的物體 到Mk II 開始像樣了 相機 各方面的設計 都好像 幾進設計等等 等等 都給足了 電力給足了 說到電 今代 多了電 不多 500mAh 剛剛開底 4Q1 是20Hz 的 食店 大家自己研究 我們時間短 就沒有機會 試它的 實際電量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Mk II 只能買 或者 Mk II Mk I的機器 只能換 我覺得Mk I的機器 是否能換 因為它是一個 周圍完成 在台北 整個溫系 就是究極傳統體 當然 如果Mk IV 已經出現 可能會更完美 可能會更大更多 這個理論上 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最欣慰的是 Sony 終於沒有 大改變 已經很英俊的機身 只是 改變了磨砂的設計 優化整個機身的質感和手感 但是 對於Mk II的用家來說 這兩部機 之間的 差別 真是不錯 甚至不去 保存換機 我相信 大家心中有多 今天我們 Expure Mk III 這部機器 先介紹一下 大家看看 這部機器 是Mk III 說真的 戴著一套 有多少人知道 你這部是Mk II還是Mk III 我可以不戴套 真君真漢子 看看 大哥 整個機器 一部電話 你是不是真的想不戴套 拿出家用 呢 南宮 麒麟 YES 西米